在对抗疫情上,筛减是重要手段 卫生部找到一款敏感度达到超过80%的新冠病毒抗体快筛试剂 当这个抗体快筛试剂抵达我国时 我国的检疫方针就会改成即时检疫为主,扩大筛减量 卫生总监拿督诺西山透露 在卫生部所测试的多个抗体快筛试剂中 来自韩国公司SD Biosensor的新冠病毒抗体快筛试剂表现最好 敏感度达到84.4% 明确性百分百 当局希望下个星期就能获得试剂 一旦政府取得这个简单易用的试剂 就能进行大规模普筛 至于透过采集鼻喉生物样本 必须使用化验室的聚合酶连锁反应检测方式 则是作为最终确诊手段 诺西山希望透过使用新试剂 我国每天检疫量增加到16500宗 另一方面 卫生部已经接洽制衣领域的业者 希望能够自行生产个人保护配套 让前线医疗人员拥有足够的防疫装备 下面有一简单 त掌 我去这里 一门 还 回에게 nelle